我们这节说说四大名著 你最喜欢哪一部 也是个热门话题 有人一说四大名著 这个我知道 我有学问 是知道四大名著 连四十五经都没看过 那你说我看了很多呀 什么电影 电视剧 小说 现在发展是越来越丰富 你看唐诗 颂词 圆曲 这个字越来越多 那明清小说 就开始 丰富 延伸 你有底蕴可以 你没这个底 你延伸到现在 多媒体 互联网 各种 什么都看 这已经不行了 你得收回来 说得有精髓 所以现在人也开始反思 短评快 我得说过来 简单 但是你的 要求相当高 而这样的更难做 那我们先说回来小说 毕竟 现在还被官方所认可 曾经以及现在 也被推为四大名 有一些 遗失了 说不定 曾经还有被评为五大名著的金评围 那那个时候 比较保守 说露骨 那就埋没了 也没关系 我们就说这四 有人又说红楼梦是四大名著之首 当然了 能评为经典 传唱至今的 一定是很经典 现在是和平的 所以现在你主推红楼梦也没关系 中国人都在乎家 有家族 那就这点事 把人物演绎出来 每个人不同的特性 艺术它是有一定的夸张性 所以你就向往那种人生 我就各种谈话一些 其实现实反而更精彩 更真实 你没有那么夸张 你是坏人 你就表现出坏人 那你还怎么坏 大家都看到 往往嘴硬的人 嘴上说出来难听 他心里是好 这阴阳互换的道理 这个才叫现实 才叫更艺术 但艺术一般来说 就更容易让我们理解 我就过这种人生 如果我没有 那就来 只是把你内心当中 各个小的方面 能引起你功名吗 咱会看 那也是另一个你自己 只不过这方面 你没激发出来 没有机会等等 所以你还看水火 英雄好 曾经看古火载 也是一个道理 但是让你少不看水火 就是说你太羊了 老不看三国 你太阴了 我经历那么多 我脑子一动 我就不用身体动了 我也不能动 我只能用脑子 那就高点 最方便就很强 这羊让它阴一点 阴让它阴一点 反过来 女人也还看 各个高大会 就只看这个 你在看他那口气 英雄一口气 那才是真正的 人的高尚精神 精髓的一方面 你三国演义 演的是义 家国情怀 为天下而战 不顾自己 你这种人才值得看 才值得击败 千古 传长 你说他是假的 三国志是真的 其实三国志也不都是真的 很多也是没有手机讲的 有些当朝的 你不得避讳皇帝等等 还有流失的 还有传错的 那你怎么说 西游记 其实看到 懂的人更少 因为他讲的 不光是人间的事 但是有些却是真事